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大美 上一期视频说到她呢 我们前脚离文 那后脚就把这个房子卖了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有转机了 这个也是我今天非常开心的地方 因为我原来想着两个孩子回老家了 我怎么办 是吧 我现在也没有说太大能力在老家呢 再多买一套房子 就是那时候我真的是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但是后来呢 她突然告诉我说房子不卖了 因为问了问孩子 两个孩子实在不想回家 她没想在郑州生活 她呢 其实想想也是啊 小王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啊 她说了 已经也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了 不能这么自私的把这个房子再卖了 然后就是打算把这个家留住 让孩子在这上上学 然后在郑州呢 爸妈也在身边 有事的话呢 她喊我去代代 或者是把孩子 我把孩子接过来 没事的话就是她在那边带着孩子 就是现在目前是这个状况啊 这个真的很非常开心 那时候我觉得 房子要卖了 心血没了 孩子要回去了 我的世界要崩溃了 我怎么办 我在郑州怎么办 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用烦恼了 我这前阶段的烦恼都是多余的啊 其实最近啊 骂我的人真的太多太多了 怎么会有那么狠心的妈 不要孩子哦 怎么这那了七七八八了 其实不管怎么样吧 生活都是别人的 我既然把它记录下来呢 你们看看就行了 你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 其实也很正常 我也会看评论 每个人吧 都有每个人的看法跟感受 这一点我都接受 立场也不是太一样 但是能跟我感同身受的人也是有 这些人呢 我是特别感谢你们 我也呢 感谢那些黑粉 有时候呢 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骂醒我 我呢 确实是一个固执的人啊 摩羯座吧 他就是特别固执 有时候我一旦认定的事情 就是谁也改变不了 就好像 我呢 哎呀 我觉得这个事是对的 你们怎么说都没有用 我都觉得我是对的 别人建议 我也是听不进去 但是妈妈呢 通过就是这一两年的成长呢 我也改变了不少 我呢 学会了去听取别人的建议啊 别人觉得说 哎呀 怎么样怎么样不好 我可能会稍微思考一下 嗯 想想确实这一点挺不好的 但是啊 就是我拍完那期视频 也有人专门去私信小王说 你房子要卖到这那了 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说 看我视频的人啊 有啥事了 你不要老是去问他 我可烦 你知道吗 视频有时候 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的视频是更新 不到那个进度的 因为视频都是要提前拍摄 提前剪辑好 然后在定时发布的 可能我今天跟你说卖房了 但是 当我把这期视频发出去以后 这个房对吧 他又做好决定已经不卖了 我又要另外出这一期 所以我希望你们在看我视频的这些网友能多多考虑我的感受 你们可以八卦 很正常 有什么事情呢 请来私信我 请去我的评论下方去评论 我都能看见的 真的 我真的是希望我的视频呢 不要去影响到我自己的家里面的人 我很讨厌 不喜欢就是在我背后搓这个 问这个 问那个 你有啥事问我不行吗 是吧 八卦一点也很正常 但是你不要影响到我呀 你这样子很容易引起 就是说 又觉得我在上面又说啥了 对吧 那网友们又说话不好听 可能人家来看见了 对吧 他不舒服 不像我这么能承受舆论 我做自媒体是习惯了 那再多的话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都是能承受的 你咋说我都行 你就不能说我家里人 你更不能说我的孩子 你可说我长得丑 可以说我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就是不能说我们家里人 这个是我的底线 我又想问问 我离个婚咋了 结婚离婚不得人生一大事吗 这不是很正常吗 现在离婚的人遍地满地都是 怎么了 天天说我拿这个说事 但是现在目前它就是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是什么 就是离婚后的生活 我就是一个人一条狗的生活 没事回去看看孩子 偶尔跟姐妹聚聚 但是自从结婚后 就是生了这两个孩子 我对这两个孩子 真的是亲近我的心血 就是所有的时间 全部都是在照顾他们 我在照顾他们的时候 同时我也在工作 从来都没有代谢过自己 说我一定要在家 就好乖乖地当个 当个带我带孩子的宝妈 我也没有说 哎呀我要找老公拿钱 我一定想着说 我要去努力地去提升自己 完善自己 但是很多网友老师 拿我的学历说是 哎呀说我九年义务教育什么 说我小太妹怎么 说我烟巴 一个烟巴一个男人 怎么样怎么样 我这个是想说 其实不了解我的人 你们就不要在那边讲 没错啊 确实我做自卑体 我是应该去承受别人的评论 但是我不喜欢颠倒是非的人 你懂不懂 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有他一定的意义的 包括我也一样 你撇开这一切不说 你也不要说 我是什么小公众人物 说我粉丝二十多万的 怎么样 我应该以自己为榜样 不要拿这些什么负能量的 说事说事 不管我再怎么负能量 我心情再怎么不好 我给你们阐述的是一个 我非常心态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不管我碰上什么样的困难 我都能去迎刃而解 我也能依靠我自己 大家都说 哎找个工作吧 好好干 怎么的 我一直都在工作 我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主业是做电商的 我在电商上 就是微信上 我可能会卖卖一些 简别的东西 这一点 减肥一直都是我的主业 后面呢 慢慢就是 副业是自媒体 也发展成了主业 甚至这个自媒体的收入呢 已经超越了我的主业 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这两个 我每天呢 坚持拍视频 坚持带货 拍住拍 离婚就离婚 还带啥货 我需要生活 我需要去遇到 我更好的自己 我不想浪费 每一天的时间 我不想每一天 我都是在这个家 躺着啥也不干 就在这看看电视 吃水瓜子 每天就这么无聊 你可不用利用这些时间呢 去创造更好的价值呢 是不是 你看我干嘛 撇开这些不说了 反正就是房子现在也不卖了 孩子现在也能依然在郑州 我只要能跟他们生活在一所城市 对我来说 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也希望你们能祝福我说 以后的生活也能一帆风顺 事事如意 说这么多 还不上去洗澡呢 今天回去呢 又把家里面的东西又搬了一点过来 这个招财帽原来是摆到那个玄关上的 他让我搬过来 我就搬过来 还有呢 就是这个 也是一个招财神 给他混到了一个入门处 反正东西都搬的差不多了 都没有啥东西了 啊 这洗完澡啊 秋冬季节到了 真的是 可冷啊 这个季节呢 最少不了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卤啊 这个西西赫拉的 在我去年就有推荐过他们家的蓝风铃跟白茶哈 今年呢 还有新出了一个口味叫做 无人去玫瑰啊 就是说这三瓶 这个三个味道是随机的啊 19块9 到手有两瓶啊 每一瓶呢 是500毫升啊 正常我就是三个味道 我就是随机用的 你多用身体卤呢 其实最大的好处呢 皮肤能变白 这个是真的 就是你身上有什么 肌皮肤啊 包括说身体干燥啊 你想要变白啊 都是可以用它的 我每天洗完澡都是全身涂抹的 每天洗完澡的时候呢 我都是会全身涂抹这个身体卤的啊 这个身体卤真的是超强推荐啊 就是它呢 是完全不粘力的啊 而且它价格也是比较约会的啊 19块9 到手有两瓶啊 呀真的 我困死了 主要是这个天气真的是冷啊 所以呢 这个喜欢的你们自己去露手吧 我实在太冷了 我已经涂完身上了 味道呢 也是比较清香 其实大家看我 后面的香水都知道 我其实是一个香水控啊 我是特别热衷于各种大牌的香水 各种香 只要是香的味道 我都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所以这个喜欢的 可以真的可以去露手啊 19块9 到手有两瓶啊 哎好冷好冷 真的不行了 好这期就分享到这了 我要睡觉了 晚安 拜拜 拜拜